Hello,大家好,我是Yohin 上个星期呢,我已经教大家如何换插头 所以今天呢,我是要教大家如何换插座 这个插座 这个就是插座 OK,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什么电线要接去哪一个洞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N N就是Stand for Neutral Neutral是零线 然后这个呢,像WiFi这个Logo这样 这个就是地线 OK,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Live OK,先跟 记得换插座的时候 要把这个Message 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要把它关了 所以我们每次呢,要先把Earth 先记号 为以防万议如果 走电还是什么 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就把Earth 接去这里 这里 然后这个呢,是Live Live Live 就接去这个L 这里L 然后这个是黑色呢 就是Neutral 把它接去N N OK,大家可以看到 青色呢,就接去Earth OK,Earth 然后黑色呢,就接去Neutral N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蓝色,红色 还有,有时候会黄色 黄色呢,就接去L Live OK,现在我把那个Message 开了 顺便我是教大家一下如何 检查它 有没有电 OK 所以你们要检查的时候 最好去买一把Tax Pen 这个Tax Pen 然后呢,你们就放在 它的那个火线的 火线的那个 螺丝口 螺丝口 你们放下去 然后手放这里 有看到有灯吗 因为我现在把 刚刚把那个 Message开了 所以呢,有灯的话 就代表说有电 OK OK,其实换插座 就是这样简单罢了 OK 所以记得换插座的时候呢 你们记得要把 那个Message把它关一下 不难的话 那个火线会有电 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 所以你们要把 那个Message 那个总插头 把它关off一下 比较安全 OK 一定要安全好 OK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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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